任何社會的民主步伐都是佔中式 一步一步怎可能一步登天 佔中行動我覺得就不會成功 也不會得到絕大多數的市民接受 真是希望能夠全民投票 看看有多少百分比的市民是支持佔中 有多少是反對 有多少是沒有意見 我想現在已經發展了五日 佔中行動事件 就算明明沒有意見 也變了很多意見 因為佔中行動直接影響到他的生活 相當大的影響 構成相當不變 做生意的甚至乎血本無歸 人家交貴的舖畜 無法上學 無法上班 無法上班 影響急救服務等等 即是隨口說 你可以說到很多很多話處 你自己想想 你未成功 或者是沒有可能成功 我覺得 但是你付出的墮價 多大 不斷地付出墮價 今晚學員 現在十點 今晚學員說要求特首和他對話 如果不是說要圍著 不讓人回到特首辦 那些事情 過分激烈的行為 真的會令到警民對詞的關係 會越來越擴大 就不好了 真是 我真的不明白 為何你們這麽衝動 那些年輕人做事這麽衝動 各大政黨的議員 黨夫 這麽關鍵的時間 不出來勸喻學生 就算你不放棄佔中行動 都不過你 你的行動 都不要那麽升級 那麽激烈 因為你將行動升級 就一定會引起 一個相當之大的警民衝突 一定會發生肢體衝撞 而跟著呢 雙方面 有少部份 人能克制不到自己的懦勝 就會想爆一些暴力事件 一觸即發 場面不可以收拾 去到一個失控的場面 就影響到港大的市民 不只是你們 這一小組人說 我願意 把兩個星期 兩個月的時間 在你們佔據的地方 勞力露營 勞力去 和人家交換一下意見 對於佔中行動 或者政改方案 不是那麽簡單 我真是 現在十點零五分 我真是勸 年輕人學生人 你真是要 成熟些去思考這件事 真是 不可以 不可以 絕對不可以 也不應該去支持一些 過份激烈的行為和抗爭 因為你會造成社會動盪 會有機會令社會騷亂 跟著會出現 情況相當嚴重 令起暴動 或者戒嚴 各樣東西 是不是 這些 不是說 是可以發生的 但是為何我們容許這些悲劇發生 是不是 大家如果意見不同 坐下 慢慢商討問題 如何處理 是不是 沒事的 大家 硬定定 你站在這裏 政府總部 影響公務員出立工作 的通道 這些真是好打橫 這些 你真是 由間接變成直接影響很多市民的需要 對不對 全部都停產 怎麼可以這樣做 如果這些是屬於野蠻的行為 你們這樣做 真是一個逆向思想 搞到 有些市民原本支持 就變成不支持你佔中活動 原本沉默就變發聲 原本沒有意見中立的 就變成跟你對立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香港政府現在是說 公佈了 每天都會跨部門 再出一個檢討 或者公佈它受影響的程度 是對的 我們現在是要 不是說 製造事故 反映事實 拿些數據出來 給所有市民 評定一下 究竟這場運動 是否應該重快去結束 還是堅持你們的理念 堅持你們的抗爭 而作出很多很多無辜市民的犧牲 拿他們的權益 拿他們的不方便 來做一個政治籌碼 你可以犧牲自己的時間和精神 你可以放棄自己的事業和學業 但是你不可以這麼野蠻 要逼其餘所有市民學生 都要受到影響 都要他們作出這個犧牲 這些是不是民主的精神 你想得到的東西 但是要大部份能失去一件事 你們想想 這樣做對不對 沒有膚色地打的 黑與白之分 你爭取一件事 你影響不了人的 你就還要去爭取 用一些合法合理的方式去爭取 這些是文明社會接納的處理方法 就不是用一些非法手段 引起社會混亂 是不是 你寫下的歷史 你的後人會見證得到 別人會作出這個評價 是不是 你現在爭取到什麼 長期抗爭 最後如果什麼都爭取不到 中央政府表明立場是強硬的 你們如果從頭到尾爭取不到 你只是越來越傷害到社會的元氣 你爭取到傷害社會的元氣 有沒有搞錯 即是自產 找把刀插著社會的福寶 不可以 是不是 其實你們 特區政府、中央政府 包括佔中的示威者 大家的態度和大家的立場都很清晰 都出現一些很大的分歧 大家都覺得已經去到底線 不能遷就對方 但是你想想 最後如果要打一場仗 誰會贏 市民、學生 你們有沒有可能贏 國家有國力、組織、實力 是不是 抗爭下去是一個無謂的犧牲 我便反對 佔中法喜能 現在經常指出 這個是 什麼市民自發性的運動 你不可以將這句說話 去免除你自己的責任 作為一個運動 一個宣傳的法喜能 他應該評估到 對社會造成有幾大的風險 有幾大的好處或者華處 有什麼形勢 對他會帶來什麼影響 好的影響 還是華的影響 一些衝擊 你現在群眾活動 群眾活動 是完全正面的 沒有問題 你可以建議市民 多些參與社會事務 做義工 人與人之間 應該變得更加和俠 關係更緊密 你會不會說你 是不是 你不可以發起群眾活動 影響到肯定 未發起之前 有學識的 教授 政黨那些 黨夫 每個人都學會 沒有理由 這個計算 都計不到 過程一定會有很多人 作出一些無謂的犧牲 也一定會對社會 造成一個很沉重的傷害 那你計算這條數 還是開公數 最慘的 不是個人損失 是損失很多公帑 是不是 政府要維持這個秩序 不見很多公帑 是不是 甚至乎令到別人的商鋪 關門打擊 做不到生意 然後倒閉 然後員工就被迫退 是不是 這些是很短期內的直接影響 而這些影響不是說 塞車 早15分鐘 早半個小時出門口 上班就可以了 已經處理到事情了 不是這件事 不是真的這麼簡單 看得到 癱瘓交通 急救服務受阻燃 死得能 你們的人在阻塞 然後你說 等級通道比難 但是都遲了10分鐘 就是那個速視了 然後人家是頂不住 就是 就是這樣 喪失了這條生命 你們或者也不知道 拿了人的命 你也不知道 但是多報紙告訴你 白車行駛就是這條路徑的 幾點鐘接call 幾點鐘到達你們抗議的場所 給你們阻塞交通 去到速口那邊 要用多少時間 行多少里數 距離多少 幾時 去到那個 傷者的現場 跟著 就寫回 平時這段交通的時間 是會用到多少時間 去到那個傷者的現場 一拍下去 差10分鐘 就拿到人的命 你自己有份佔據這個現場 你自己看回這宗新聞 你自己都感覺到是做了幫兇 你不認識那個人 你沒有由要殺他 但是那個人真是 因為延前失救而死了 那誰負責 是不是 臨命關天 我不相信你們所說的公民提名 這四個字 一個 你們覺得很理想 很有抱負的 選舉行政長官的制度 這個制度還要得過 一條無辜的性命 你出來說 拿著咪咪告訴七百萬市民 看看有些什麼 是還要得過一條人命 那些議員 都應該這個時間出來 是不是 那些選民給那麼多票給你 你不論支持反對佔中 你要趕出你自己的立場 要表態 不可以在一些最關鍵的時間 忍應 不論你支持或者反對佔中 一樣有支持者 但是你們要表態 如果你們不表態 你就對你們的選民沒有一個交代 你就對不住他們 別人投票給你都不表態 你應該把這個事情 用你自己的理念去分析 它的好處 評估形勢 就算你不表面 支持還是反對 怕得失某一類的選民 或者得失中央政府 你們都應該要表態 趕出這件事情 這樣處理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滑處 你們得到多少 失去多少 還應該提出一些很好的和解方案 這個就是最理智 最厲害的做法 全世界都沒有人想到 如何才能找到一個最理想的方案 一說出來 就是世界和平 你能夠說出來 所有700萬的選票都給你 你玩糞型 那你說對不對得住那些選民 重大事貫出現 現在影響到全港市民的 生命財產 不是說少少福利 幫他爭取少少福利 這樣 經常 我哪裏 遷拆了危樓 那些人不想搬走 你就走過去 跟別人大聲叫口號 請願 為那些小眾人尋求 他自己額外的利益 你就走去發聲 一發聲 你得到那些人的選票 但現在在說全港的市民 現在有個機會給你服務 全港的市民 是不分地區勝 對不對 你贏到全港市民的一票 你還贏到國際的聲譽 全世界都在看你 如果你找到一個很完美的方案出來 把平了這件事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後 立即禁止所有 不必要的暴力事件 不會出現有暴動的情況 是不是感激你 還有 一小時 零四十五分鐘 你們還不出去說話 事件如果 甩足即發 如果 因為某方面或者某幾個人 克制不到自己 有個嚴重的肢體衝撞 而提升了一個極高極高的暴力事件 然後 引起某人嚴重 受傷或者 身亡 就 補不了 非了 這些事情 是不是 國際社會當然是高興 或者別人有些別的國家 想我們 自己國家 分化分裂 對不對 現在人家的報紙都賣了我們 我們是Revolution Umbrella Revolution 雨傘的革命 是不是 我認同很多學者的理解 根本不是革命 現在是一個 可能叫做 是不是叫做全民運動 我不知道 總不知有十萬八萬人參與的一場 運動 他們是抱負 有他們的抱負 想追求他們的理想 但是用這些錯誤的手法去追求一些理想 而去損害到公眾利益 沒有任何能夠認同 就算現在參與佔中人士 那些抗爭者 事後 他清醒起來 他都覺得自己的行為不值得去做 現在就受群眾壓力揚群心的影響 可能是一半的示威人士 他都是去當家聯華 也好 趁熱鬧也好 去感受一下氣氛見證一下歷史也好 是不是 但是你怎麼可能選中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這四個字是 所以大家要很重視 公眾利益可能代表一百萬人 五百萬人 六百萬人 具體一點代表所有人 七百萬人 骨牌效應的 你不是說一兩個人的不同意見 一小組二三十人的利益 現在不是 是不是應該出來說句說話 動一下老金 想想什麼方法化解這場危機 是不是 你現在不說話怎麼可以 Silence is golden 怎麼可以沉密是金 真的 很不應該的 是不是 這件事件評銷之後 一樣會有很多市民去 去監察 所有議員 在這件事件上有沒有表態 還是做過什麼 替市民做過什麼 你憑著良知做 就算你發表不同的見解 你說出你的理據 不是那麼虛偽的 不是砌詞強硬來的 強詞奪理的 不論你支持與反對佔中 你說出你的理據和立場 都會有很多人支持你 你現在簡直是不做事 撬起雙手 是不是 辯論都有反方正方 沒事的 你辯論就拿些話出來說 發表一下意見 看看你有什麼看法和理據 不只是在立法會裡面 說倒戀秩序 大聲破賣人 這些就 嘩 人在公眾注意 人家感覺到 你替一大群人做多少事 現在正是你服務市民的黃金機會 保證一輩子沒有多少次 這個時間都不把服務市民 也是建立你最好形象的一個機會 是不是 你以往做過一些什麼 你覺得做錯了 或者令你的選民失望 你現在這一局 如果處理得好 是全部都會贏回來 對不對 一個很大很大的公職 真是可以穩固到你自己議員的地位 和問心 都是自己都開心 你對這個社會 如果做出一個很大很大的貢獻 自己都有一種光明感 對不對 如果不是 夢查查 第二天死了之後 你的後人看回 上網看回 這個人有什麼公職 這些公職呢 是整個社會都支持的 整個社會都表示答謝你的 找到這個和解方案 未必說解決問題是和解 綜合和解 將分歧收窄各樣事情 這樣已經很好了 起碼不用反坦 你現在搞到各方面 硬對硬 大家都站到這麼硬 那套力很厲害 火星撞地球 一撞就變成不能了 是不是 硬著陸 軟著陸 兩樣東西 很簡單 你知道的 飛機 會有什麼後果 是不是 這架飛機還未降落 你自己選擇 要 硬著陸還是軟著陸 是不是 這架飛機 不是穿梭機 不能一部登天 是吧 基本上 2017年 就算你們現在接受了這個正確方案 你們表示不滿意 你大可以在2017年的時候 佔中這批人士完全不投票 另外一批市民 很支持的 覺得沒有問題 願意嘗試 用這個制度去 選舉行政長官 就投票 然後有些市民說 不表態 中立的 又可以不投票 各樣東西 是吧 你的投票率已經看到民意了 2017 看到投票率是高還是低 低的 那麼多人 如果很多人反對 中央政府 特區政府 都會 希望他們會 另外 在接下來的五年 會 設立另一個 修改另一個方案 符合到 中央政府 行使的主權 也符合得到 符合到 市民 一般市民的基本訴求 我們 特區的官員 就要 勤力報料 市民各方面的渠道 收集到各方面的意見 反應聲浪 全面反映 讓中央知道 由中央 去決定 特區政府 做一個反映的角色 大家有商有糧 總是找到 晴天的 那就不用 社會大亂 社會大亂有哪個好處 大家中國人 不要說是否中國人 大家同在一個生活 社會上 生活都希望 大家可心點 不希望那麼多磨擦 但是很可惜 我發覺 這個年代 必能 變色 為什麼呢 每天都拿著計算機 來計算自己個人的利益 去超市 看一看 這間超市 那間超市 那間雜貨店 買東西便宜兩毫 還是三元 我說 對那個同事 還是對那個貧 好一點 就想想 能否比 我對他稍為好一點 沒有互報 會不會登張仇報 做任何事都覺得 付出沒有相對的修成 沒有就不做 現在每個人都是這樣 你的社會怎麼進步 是不是 自己問心 但如果 依照我的理念就不同 每個人都 有這麼責任在這裏 付出 是令社會 作出一個貢獻 付出對社會 作出一個貢獻 不是說 只是打那份工 就是為能工 還是 拿高一點的職級 拿好一點的身份 拿地位 把身邊所有人 認同他 在他面前表揚他 不是這件事 真是為切切實實 除了工作 工作以外 都是你自己 沒有什麼能力 肯不肯 抽一些時間 精神出來 為這個社會 作出一些貢獻 為身邊的人 服務 那就可心 是吧 不要計較 互報 有能力 我就給一些貢獻 人家或者給我一些貢獻 那就很可心 大家可以交換 一人一件事 是不是 有時間 我給你七件事 有時候 你給我三件事 我就不需要拿七件 那也是很可心 大家能夠 一個很可心的分享 你幫我 我幫你 那就最可心 如果大家跟計較 沒有宋林 沒有這個宋林輔助的精神 就是 我不幫你 我幫完你 或者你不幫我 我不幫你 你不幫我 遇到難題的時候 兩個都會失法 是不是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香港人 真的太實際 這是很肯定的 這個理念 是 一個理想的抱負 我想 如果 你們 搞好公民教育 佔中的示威者 你肯 搞好公民教育 像我剛才那樣 是吧 留個 樂於助靈的精神 留個大家互動 互助 互愛 互相關華的精神 互相關華的精神 不要跟跟計較 已經肯定好 過你 只是爭取這個 這個問題名 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 高興一點 對不對 每個人都有一些生氣 如果 你周圍都是朋友 都是自己 個個都是自己 想什麼心事 跟他說幾句 自己都發達了自己的壓抑 自己都高興很多 有些人 有病痛 有些人 有病痛 醫生說很難醫 或者要很長時間 你說得出 有人肯聆聽你的心事 或者是 幫你作出一些 好一點的分析 某一些情況 是 給你一些些輔助 你 那你都開心 剛剛 舒緩到 大家互相幫對方 你去減少一下 減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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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很多 我覺得 是 近身的事情 對 對 自己身邊的事情 你都處理不好 你就有這個 這麼 雲偉 這麼雲軟的抱負 一些近的事情 你都捉不到 你怎麼捉軟的事情 你搞好 大家社會 大家人與人之間的人際關係 公民意識 那些更好 對嗎 下雨 電視說 說得對 公民教育 隔壁 撞到 這個叔叔 他沒有帶傘 就給他一把傘 現實生活 有多少情況 會出現 在電梯口 撞到 見到面 或者連他姓什麼 都不知道 住了十年二十年一起 住在隔壁龍舍 打過師傅下巴頭 講一下早晨 已經是 很可貴 還有沒有可能 借把傘給你 是吧 但其實這件事 其實是很簡單的 是很容易做到的 但人們樂不樂意去做呢 沒有辦法 大家有架心 你不能做的 是吧 你大家 免除了這個架心 建立了一個護送關係 就是 大家開心 是吧 正所謂你家 弄完薑 沒有的 你便拍門 旁邊就借一塊薑給你 他不夠雞蛋 就問你拿一隻雞蛋 那就大家開心 近時六十年代 農理關係不知多好 是不是 應該是建立一些 首要 我希望建立一些農理關係 還有同事同學 朋友之間的 互助精神 互助精神 互送的精神 這些 比較近的 這些東西 直接影響到你個人 無日的生活 是不是 遠的那些 你控制不了 不論你和任何制度選舉 你未來的行政長官 他不是做每一件事都令你滿意的 你要追求完美無限 但可惜這個世界沒有完美無限 只是接近完美 已經很難找得到 你要完美無限 很難 基本上等於零的機會 大家很容易做到那些事 就先做了 不如 對嗎 看看旁邊的龍舍有什麼需要 例如獨居長者在家裡 建立一些雲 你幫他叫白車 對嗎 那就更好 對嗎 或者他見雲 中暑還是什麼 熱衰竭 你給他一點水 是不是更好 你說是不是 這些實際 對嗎 見到雙方 我自己附送了一顆維他命B 給他一顆維他命B 給他 是不是 這樣 這樣也好 這些即時提及到 相對的援助 不過他不領情 就沒辦法 現在最糟糕就是 一百個人或者一萬個人 有一個肯做 另一個人都未必 夠膽去接受 不相信這個事實 因為 很難改變這個社會現狀 就是 太過現實 太過實際 現在這個 我們社會的事物 那就 沒有求 沒有辦法 問心 全世界都追求實際 這件事 真真正正正追求理想 有多少人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得而知 理想一向都很難達到 你自己 問心你自己 理想的工作 理想的家庭成員 理想的家居 理想的旅遊地點 理想考試的分數 理想自己中修的大學 理想的生活 理想的伴侶 甚至乎 理想的衣物 生活論品 都不容易找得到 因為我們在講理想 理想是一個很高很高的要求 是不是 但我們不如 凝聚力量 搞好公民責任 沒有人都給過責任 去貢獻社會 凝聚力量 大家高興些 團結些 扭惡些 那就更好 謝謝